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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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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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改革的確在世界上是沒有的 為發展經濟學增添的內容 在中國改革的過程中 一定要強調產權改革 為什麽在改革開放之中 北京大學就在這個禮堂 80年代中我做了一張報告 因為當時政要是放價格的時候 在那個緊急的時候 就在這個禮堂地下坐滿了人 《八光龍禮堂》 我記得八八年 當時李老師在講這個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 和選擇的時候來講的話 那連續講了好幾天 天天爆滿 只要是李老師辦獎的時候 我們就都溜過去聽 很多時候一般不可能有位子 站著 那時候是上學的時候 最享受的一件事 可能只剩李老師的座位 那地方能坐下來 其他所有都是人 在他那個話筒的下面 都是做的是這個 基本上是做好幾層人 走到根本就不要想動 我印象特別深 李老師說 我今天一共說十九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中國改革的失敗 有可能是價格改革的失敗 但是中國改革的成功 必須是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它這一句話就抓住你 第一句話就是 中國改革的失敗 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 中國改革的成功 必須取決於所有制改革成功 這就是要產權改革 因為國有企業它不改革 你光放價格有什麼用啊 明確產權 然後怎麼做股份之內落 李老師就講了就是說 一個再好的交通信號 對一個癱瘓的人來講的話 這個信號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必須得讓這個企業 先把企業問題解決了 讓企業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 能夠自主經營的 這樣的一個法人以後 他才可能去遵守這樣的信號 企業之間相互的互動 它可能會產生一個 自然的一個市場的一個信號 這就是當時在辦公樓禮堂的 那場大論戰的開始 但最後經過了鄧小兵南巡講話 又經過了中共的十四大到十五大 終於勉確了股份制 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 將近八年前 2015年的夏天 藉著老先生從教六十年的契機 明人面對面訪問了當時85歲高齡 仍然在忙碌工作當中的李以寧 歡迎收看陽光保險 明人面對面 今天的明人面對面 我們將回顧這次訪問 告別李以寧 緩流總比急流寬 下面就要我們以最熱烈的掌聲 有請我們最尊敬的創始院長 名譽院長李以寧先生 上開演講老是很簡潔明了 上來就直接是 我今天講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第三呢 像一把鋒利的刀一樣的 永遠是那種 保持那種鋒利的狀態 我今天要講四個問題 李老師連寒暄都不寒暄的 這趟時間嘛 五月的時間 那不是太浪費了嗎 李以寧 李以寧 著名經濟學家 1930年出生於南京 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 留校工作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 李以寧就多次提出重要的經濟觀點 並且影響了改革的進程 例如他曾倡議股份制改革 參與起草證券法 還曾經推動民營經濟的 新老36條出台 他的有一首詩講 叫緩流總比激流寬 他講解中國經濟的一些 很多東西的看法 比如經濟形勢 怎麼來發展中國經濟 雖然我們面臨的任務 就是時間緊任務重 那麼如何來解決這些面臨的問題 應該是從理念上 應該是一種看待 用緩流來看待 而不是要用激流來處理 他對方方面的關切 都能得到更好的 滿足的這種角度 把一個對整個社會 長期的發展有好處的一個事 給大家說清楚 有的時候你頂著去 非較勁 這事不容易 這社會不容易往前走 利寧有很多頭銜 在專業領域 他是著名經濟學家 權威 泰斗 在學校 他是院長 博導 教授 在政治領域 他是全國政協常委 由於在證券法 和股份制改革上的傑出貢獻 他被稱為改革先鋒 他還有過兩個響亮的別號 那就是利證券和利股份 當我們走進北大 會發現這裡的老師學生 不論年齡資歷 面對利以寧 都只有一個稱呼 那就是利老師 土地缺權 土地缺權是我現在關心的第一件改革 第二件是國有企業第三點 陳正華 他要扶貧 扶貧 不要大水漫灌時 把幾個重要問題解決 他整個經濟帶動起來 什麼是最大的紅利 不是人類資本的紅利 不是某種改革的紅利 而是社會和諧的紅利 採訪中我們得知 老先生每天六點多起床 輕筆寫下一千字左右的學術文章 然後才會開始一天中其他的工作 利寧曾經坦承 自己的理想就是經世紀名 在採訪現場 利寧專門提字 也無人跡非無路 村有溪流必有橋 就是您最關心的中國經濟 還有中國的改革 最關心的是哪幾個方面的問題 我自己排了三個改革是最要緊的 第一個是農村的土地缺權 土地缺權以後 然後農民的資料就解放了 不然他老怕 怕得我自己 房子也被人家撤掉了 被人家收走了 我第二被人家噴病了 土地缺權以後 他就安心了 土地缺權什麼意思 就是農村的土地 三種土地 承包地給你發證 就承包地經營權證 你自己蓋房子的宅基地 宅基地使用權證 宅基地蓋的房子 房產證 2012年 2012年 12月 我帶了全國政協的調研組 到浙江的 杭州 嘉興 湖州三個縣 土地缺權 完成了 我們去參觀一下環境 而且在嘉興 當中鄉村的一刻 雞腦全是紅的 走進了一刻 放炮上就 莫名高興了 土地缺權了 利宇寧告訴我們 她關心的第二件改革 是國有企業改革 她認為 國有企業必須走混合所有制的道路 健全法人治理結構 通過這種途徑 提高國有企業的資源配置效率 發展國有經濟 因為我們不能只看生產效率 生產效率是傳統的效率概念 就是說有多少投入就有多少產出 生產效率的作動是微觀方面的一個可能 我們應該從宏觀方面來看效率 那就是資源配置的效率 資源配置效率 它的好處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說 用A方式配置資源 可能產生N效率 用B方式配置資源 就可能產生N加1效率 國有資本多少 難道現在這種配置 多合理嗎 所以一定要有個資源配置效率 通過資源配置效率提高 那就大大的 使國有經濟發展起來了 混合所有制 在這個基礎上也能開展 利寧說 他關心的第三個話題是城鎮化 利寧認為中國的城鎮化 應該由老城區改造 新城區開發 新社區建設三部分組成 城鎮化是關乎社會和諧的大問題 城鎮化主要是三個內容 第一個 把城市建設成 適合於居民居住的地區 把污染的東西排掉 乾淨 文化一致保存 第二 新城區 老城區重在改造 新城區重在改造 發展 他就高興技術區等等 這樣的話他經濟就有潛力了 還有第三個 新農村逐步走向新社區 那是為了社會的和諧做準備的 因為自由資通過 改造為新社區 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了 戶口一體化了 這就是中國就可以說 進入到一個新型的和諧的社會中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一點 就是說 一個新社區中 城鄉的一體化 它慢慢就走向了 如果不然的話 城市是城市 農村農村 兩種戶口制度的存在 中國怎麼可能 作為一個完善的 一個社會主義體制呢 還有在這一點 一個問題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應該說 什麼是最大的紅利 最大的紅利 不是人類資本的紅利 也不是某種改革的紅利 而是社會和諧紅利 社會和諧紅利 要靠我們的優越的制度 社會主義制度 這樣的話 我們能夠創造了最大的紅利 社會和諧紅利的話 那麼我們在此 世界上完全可以說 成為一個新型的社會 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了 斤針對陳鎮華帶來的戶口難提 李宁提出的解決辦法 叫做農民市民化 但他也強調 這是一個水稻渠成的過程 不可操之過急 具體到打破城鄉二元制 消除這種城鄉之間的不平等 有很多提議是要取消戶籍制度 您覺得這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關鍵嗎 有兩個辦法來解決 在上海一些特大型城市 包括某些大城市 它就採取積分制 比如上海 上海它從來解放前 它的工人來自何處呢 來自蘇南的農村 蘇北的農村 可是當時沒有二元戶口子 你只要在上海就打工了 有職業了 老婆就接到上海來了 孩子再生了 到上海來了 在上海生的孩子 生下來就是上海人了 但是解放後呢 58年以後呢 成立了二元體制 就是說農村 還是這些人 蘇北蘇南的到上海去做工了 他入不了上海戶口 他的配偶來了那麼多年了 也不能夠作為上海的戶口 生了孩子入不了上海戶口 這樣他們就有點心灰意難 這種情況之下 浙江正在極力發展工業 他就上海去挖人了 你們來上海二十多年了 都沒入上海戶口 到我那兒去 保證你就解決了戶口問題 我那現成那些東西 可以幫你解決 於是上海的人 那些外來民工心動了 要走了一走就不得了了 上海的製造業 他的技工都是外地的農民工 他這個基礎工人一走 那怎麼辦 所以上海就想出了一個積分子 你的學歷占多少分 你的經歷占多少分 你來上海工作了多少年 還有你得過獎沒有 立過功沒有 這是加分的 你分夠了就跟他去談了 你不用走了 馬上就辦 你的分已經夠了 你分還不夠了 說你再等兩年就夠了 這樣的話把人就安定下來了 這就是區分子 還有一種就是 一般的現成就是 分區推進制度 什麼叫分區推進制度 這個已經是新農村了 又改成新社區了 公共服務到位 還把那些工人的 跟那個居民 包括農民的 社會保障的差距 越來越小 走向社會保障的一體化 立以寧說 除了西藏 全國其他省份的地級市 他幾乎走遍了 還在繼續走 2015年8月 在我們採訪之後的幾天 85歲的立以寧先生 遠赴貴州避捷 參與當地的扶貧工作 媒體和公眾很容易 把避捷與留守兒童 貧困問題聯繫在一起 立寧認為 除了正式問題 避捷這些年來的變化 更值得關注 她稱之為避捷經驗 我不斷地在您的書裡邊 研究的報告裡邊 看到避捷這兩個字 您現在自己還記得 前前後後去過多少次嗎 8次 9號到貴州避捷 因為我是貴州避捷的 過去的實驗區的專家組組長 現在是總顧問 所以我得去一下 而且這是正協組織的活動 把避捷的扶貧經驗 做一個小結 1988年建立的避捷實驗區 曾經是貴州有名的貧困地區 2003年 立寧接任貴州避捷 開發扶貧生態 在建設實驗區專家顧問組組長 從此便與避捷 接下了不解之願 對於扶貧 立寧曾經多次提到一個觀點 只有將扶貧措施 從輸血式改為造血式 才能真正解決貧困問題 對於扶貧措施 舉個例子說 我看的照片 冬天是很冷的 它是山區 冬天還下雪呢 可是沒鞋子穿 都是光腳穿草鞋 即使是穿布鞋 也沒襪子 可見人呢 而且呢 吃飯沒有什麼菜 在那山地上 主要吃雜糧為主 即使吃米飯 也就是很少一點菜 他不知道怎麼來脫貧 所以都需要人幫助他 而且脫貧從哪裡著手 也要經過大家做實驗以後呢 摸出一條路出來 所以碧傑作為實驗區 成立了這麼多年 我相信他的一些經驗 對於今天的全面健身小康社會 讓平均牽著脫貧是有好處的 現在碧傑的在貴州省的各式的排隊當中 已經上升到第三名了 過去最後一名 貴陽綜藝以外就算是碧傑了 那這些變化是怎麼形成的呢 就像您剛才講的 起點那麼低 那麼貧窮 到底都採取了一些什麼樣的措施 原來的專家組做了很多工作 我那時候還不是碧傑試驗區的專家組長 當時是前衛常先生做的 譬如說種樹 選什麼樣的樹 土壤怎麼改良 礦產 看出來以後怎麼挖 怎麼運輸 然後這些工作做了很多 對於碧傑發展是有利的 我去了以後是2003年 2004年在碧傑進行了考察 我當時就說 你們是不是感到救援問題很嚴重 他們說對 救援問題很嚴重 你們國有企業改了沒有 沒改 為什麼呢 因為不知道怎麼改啊 我說你這個就錯了 你要把畢業經濟搞好 首先的把國有企業改好 國有企業不改它是個包袱 它隨時又有下崗的可能工人 它又不會給財人交錢 它虧損 那你怎麼辦呢 然後呢 到外面去學習去 到沿海地方學習去 把好企業引進到畢傑來 讓他們來重組國有企業 當時呢畢傑那個小廳 哎對 畢傑 幾年之後就變了 怎麼變呢 就是把企業都改成混合所有的自己的企業了 在畢傑把民營企業引進 參與到國有企業中 國有企業 就混合所有的這道路 扶貧不要大水漫灌式的 那是沒消化的 要重點 把幾個重要問題解決了 它整個經濟帶動起來了 這個經驗是可以複製的經驗 今年是您 執教已經60年了 整整一個甲子 因為我55年畢業嘛 從大學畢就留在北大經濟系 這樣一直工作到現在 剛好60年了 那換別人早該退休了呀 因為這樣 我現在我還有課呢 這麼忙的一個人 這麼高的一個地位的人 還堅持給本科生上課 利老師自己很輕鬆地講到 其實同學們到北大來就是來聽老師講課 作為北大的移民老師 這給學生上課是一個應盡的一個責任和義務 老師的關心的問題啊 有明顯的這個 賣惡的一脈相承的 都是就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市場經濟 需要明確的 最基本的問題 最最基本的問題 怎麼讓經濟更好 從而讓國家更好 人民更幸福 不需要僅僅做一個經濟人 也要做一個社會人 不一定每件事情都是最大利潤 最低成本做事 一個人僅僅為了個人發財 甚至失去了更光滑的意義 發展成本做事 而取得一些片段 連社交通信息 成功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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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